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之一 F-35的动向备受期待 毕竟F-35也是目前交付国家最多的五代战机 不过在近日 美国媒体传出 美国空军正计划给F-35的大脑添加新的敌机信息 只是结合F-35近段时间的新闻 F-35的本次升级怕是有点悬啊 美国空军发言人称 我们监测新的威胁变化 并将其纳入更新后的任务数据文件中 用于未来的作用 作战测试以及训练演习中 美国空军高层也表示 这一数据库的设计宗旨 就是为了在未来 精确识别在全球出现的高危险战机 如G-20、S-57等五代战机 真不知道 美国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我国G-20战机的信息 用右眼发现G-20的印度吗 好看这一层面不讲 美国此次升级 需要更新的数据 是由硬件及软件组成 特别是其还要与雷达预警接收器相配合 结合近期有关F-35的消息 F-35此次升级的消息不免让人担忧不已 在6月中旬 美国问责局在今年度报告中就指出 F-35拥有的公开缺陷多达996处 美国国防部更是指出 这其中有180处缺陷 在F-35大规模量产前无法得到解决 F-35项目办公室 也因此遭到了监管机构的批评 而据英国媒体的报道称 对于美国落马公司提出的 可令F-35具备偷视演的 分布式孔径系统升级计划 英国在接收了4架F-35B后 将其进行了科制处理 英国到目前为止 仍然没有下定决心进行升级 而F-35存在的这些缺陷 也是英国止步的原因之一 因此 当此次F-35升级大脑的消息 传出来以后 网友们就特别不淡定 有人表示 美国你把F-35那180个致命问题 解决了吗 再怎么升级大脑数据 致命问题解决不了 那不是白搭吗 F-35升级大脑 软件升级还比较让人放心 但这要是扯上硬件 F-35怕是要变成智障吧 美国表示 它将在2020年或是2021年之前 进行第四版本的升级 虽然F-35到目前为止 更问题多多 但或许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呢 毕竟F-35现在已经成为 美国下清淡的母鸡了 刚刚这消息一出 美媒炸开了锅 直呼中国不按套路出牌 这是改写全球规则的大事 西方近丝毫没有察觉 详情请关注 一号售所微信公众号 回复A了解真相 这一号捷律